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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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众共修的地方就是道场 总之就是修行的场所 依法修行的真正的地方 就是道场 那你未了要救度 父慈末法时代的众生 免致沉沦 溺于苦海 沉溺就是在苦海里 六大轮回 那么要救护这些苦恼众生 未来就是这个末法时代的末节众生 末节就是末法 到了末法时代的这些苦恼众生 要怎么样的使他建立道场的修行 能够安心去向于无上菩提 那么现在佛要为欧南达夫这个话 鲁无经第一听 就是你现在应当要认真地听 洗耳空听 张魏鲁说这是佛答应的话 我应当会受您的请求 而好好的说明这个道理 那么佛已经答应了 欧南于大众 为然奉教 大家都很欢喜 希望能够听到佛的和文的教诲 接下去就是历说 持戒送咒 经过很长的文字 表达出怎么样的持戒 就是四种听听明辉 怎么样的送咒 持咒 就在地梯卷 地梯卷讲谈语 讲这个咒 重说咒 那是地梯卷的 那么因此分成两段 心字下第一 戒持心戒 第二 宣说顶咒 说咒是在第七拳 就后边 现在这里是第六拳的末段 戒 紧戒 告诉学佛的人 要持戒 这个持戒 不但是持身口的戒而已 要重新发起 真正持戒 不是单身口不做 而连心都要使他听听 这才算是真正持戒 那么戒持心心戒 把它分成两段 第一 提序三无漏学 第二 立说是决定戒 太区大师的科办 本来都是很简单的 到这里特别详细起来了 这是表示实践的重要 提示 详细以示 述述三无漏学 三无漏学就是戒定会 那么经文里面 佛就对欧南说的这个话 佛告欧南 你常问我 平纳月中 先说修行三决定 一 所谓 设心为戒 因戒神定 因定发慧 似着名为三无漏学 这是佛先懂的 你问要到了末法时代 该怎么持戒吗 现在要一一四一说 那么要说这些道理 所以要先说明这个三无漏学的根本 佛对欧南说 你不是常常听我在 在绿讲这个戒律的时候 说到这个三决定意吗 比那耶 心意 旧意叫做批力 旧意批力 心意批那耶 翻成中国话 它有许多意义的翻译 主要就是律 戒律的律 就是律藏里面 全是应当要怎么样子来持戒 这个到了末法时代要持戒 很重要的 所以呀 我们这个末法众生 比起佛代师的时候的欧南 我们相差很多 不能跟当时的欧南的因缘来相比 第一呀 在佛代师的时候 欧南已经正到出国了 他是玉肉胜牛 是出国 我们末法时代的众生都是翻译 除掉圣人视线之外 剩下的都是翻译 我们大家差不多都是翻译 那么比起欧南来 他已经正出国 我们还是个翻译 所以我们更要进一步的 好好的学习 第二呢 欧南他已经能够持戒清静 他的事不坏性就是 已经把戒持的清静 我们到了这个末法时代 说要持戒持到清静 难服其难 连出向有的时候也没有 未必能够持好 所以这就是不如欧南 在佛世的时候的修持了 第三呢 欧南是多文 他多文第一 他文法过而不忘 我们呢 寡学 没有学到什么 就是说你看过经 懂了一些佛经 分量很少啊 寡就少 很少 所以 比起欧南在佛世的时候 我们将他很远 需要好好的学习 第一次啊 欧南亲自以佛 做佛事者 听到佛说法 而且他已经提悟到明了其家所归道路 我们啊 茫茫 渺渺 根本不是归 所以到了末法时代 离佛入面的时间越远 烦恼就越重 事情就越多 真正修行的机会就越少 就不能跟欧南比了 这是第四 第五啊 欧南在佛在世的时候 同住的都是圣贱生 都是大修行人 多数都是欧罗汉 比丘重中 差不多都是欧罗汉 最起码的是出国以上 他们是以诸上善人聚会一处 我们到了这个末法时代啊 善知识就很难求 而且邪词很多 假如一不小心了 就掉落在这个邪词的范围里面 自己还不知道 所以因此之故啊 我们比起欧南在佛世的时候 相差很远啊 因为相差很远 更重要要讲究这个戒法 所以后边坚定说明 这个四种清清明晦的重要性 所以太区大师也特别细分科 表示这是很重要很重要 你终然懂得前面的道理 在你下功夫修行的时候 如果没有从根本见词好啊 其他的都 不能成就的 所以佛对我来说 你不是常常听 我在律部里面啊 讲戒律的时候 我就宣说 修行有三决定一吗 佛在戒律里面经常说到 修行要具备 这三种决定的意义 所谓 所谓哪三种呢 色性为贱 第一 应戒深定 第二 应定发会 第三 实在名为三不漏学 这就叫做三种无漏之学 一戒定会 一戒定会修行啊 能够消除猪肉 能够断除烦恼 肉比方烦恼 不漏就是烦恼断定 直接修定开发智慧 才能把烦恼断定 所以勤修戒定会 熄灭贪嗔痴 我们要努力的进修 修持这个戒定会 假如没有戒定会 三不漏学 那就没有办法求证 无上福利 尤其 应当要知道 定 一定是靠戒而生 没有戒 定发不出来 那么 波罗智慧必定是靠定而发 如果没有禅定 波罗智慧发不出来 那么没有慧 就没有力量断烦恼 纵然得定啊 也还在三戒之中 那么如果连定都没有的话 那就更是困难了 持戒 是为求定的根本 如果不持戒 不会有定 所以摄心 所以摄心为戒 这个为字 把它看作由字 摄心由戒 由慈戒 才能够收摄 这个身心 假如要保持这个道心呢 要靠慈戒 所以 学佛的人 如果 不持戒 道心就不会坚固 很容易流失 所以摄心 所以摄心是由戒 而摄 所以摄心为戒 的为 看作由字 由此而摄心 那么 因戒 生定 戒 完成了 就好像 要开发这个 禅定的 般若 般若智慧 都由此而生 所以 佛仪教经说 一因此戒 得生 诸禅定 即灭苦智慧 按照佛仪教经说 定慧都是由戒生 一戒为主 所以 大致都论说 三重楼国 一戒为基 好像三重的楼国 假楼不持戒 就是没有基础 基础没有做好 那么这个楼房 建在沙山上 很容易倒下来 所以 因戒能够生定 心能够修设的话 那么 动乱就少 慢慢 至于基础 那么 渐渐 就是 会有定 会发生 有了定 好像风 已经止息了 波浪 就不会升起来 所以 经里面说 失落不清静 山脉不现前 求定 你想要求定 念佛也是一样 一心不乱就是定 假如 失落 失落就是戒 戒没有持心定 三脉不够现前 三脉就是定 持戒没有把戒持心定 想要这三脉 那是不可能 云定发会 由心定到极点 所谓极道寒虚空 好像水 沉沉的水 一样 就会引现一些 发光 所以 经里面说 无碍 清静会 皆由禅定生 清静的波浪 智慧 要由禅定而生 没有禅定 就不会由戒定徽 那么 因此 戒定徽 禅定徽 就是三脉漏学 这是佛法的标准 不管 经论 有多少 里面说的道理 懂不出这三个字 所以简单说 总和体来说 整个佛法就是戒定徽 除开戒定徽 没有佛法 佛法就在戒定徽中 一戒定徽三脉漏学 包含一些佛法 所以要明白这个道理 要真正要开发智慧 要有定 真正要成就三脉之定 必定要有戒 那么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说明 要修持四种根本戒 把根本戒持好 才有办法把戒慢慢往上提升 那么这是提序三脉漏学 是不到两行字 第二 利说是决定戒 其他戒的暂时不说 因为这里是讲的定门 定门 定门的基础是戒 所以只是说这个根本戒的四条 这四种决定要持好 所以叫做四种兴定名回 就是三脉漏 这四种根本戒 毕竟要持好 才能够开发这个定 定功 那么 例如说是决定戒 分两段 第一 总真 先总一真问发起 然后别说 别说就是把四条件一条一条的去除 我呢 云和射心 我名为贱 这是总真 总一真问 我前面说过能够射心 叫做时间 要怎么样子射 修射自己的心 这样子才叫做贱 可贱不是单修射这个身体 所以前面 二十五元通里面 六师 六师就是油膊里的身师 说先射身 身不犯了 然后射心 这不是单射身而已 要从心下功夫 看后边四种心心明晦的文字 就可以知道 处处讲究射心 从心底下功夫 心不违反贱 才能够把贱吃好 怎么叫做射心 我名为贱 这个道理 先总问一下以后 然后再别说 分别说明 规则下第二别说分四段 就是四种心定明晦 就是根本是贱 就是这里的牌法 跟普通一般的牌法不大一样 在一般的戒法 如果是身闻戒 第一条是云戒 如果是菩萨戒 第一条是杀身戒 菩萨 菩萨以大悲心为本 如果伤害众生 那怎么叫做菩萨呀 所以因此啊 经常有人问到 我去受在家菩萨戒 但是他的家庭工作免不了 还要去煮分菜切肉 不晓得能不能做 经常会有人问到这个话 应当要知道 不吃肉才叫做行菩萨道 最起码人 不吃肉这条都做不到 那就不是菩萨呀 吃肉是罗差 如果吃肉啊 那叫做罗差 现在全家全都变成了 就菩萨罗差分都不分不清楚 那教人说你切肉没有关系 把它当豆腐切 很好笑的自己 切肉没有关系 把它当做豆腐切 那你为什么不把沙徒当做饭吃 假如你能够把沙徒当饭吃 那可以 假如不能的话 你看到沙徒还是沙徒吃不下去 那就不能把肉当当豆腐切 你能把肉当当豆腐切啊 这些都是叫话 无法实在啊 什么怪现象都有 就是写诗说法如恒后他 这个写诗不是外道 这是穿出袈裟的 知道吗 这些写诗很多都是穿出袈裟的 穿出袈裟的见诗 他还会搞的这一套真实叫话 等到侯们讲三戒再说 所以啊 我们应当要按照经文里面所说的 这四种根本件最起码要做好 那么这里的排法不一样啊 第一是银件好像跟生文法相同 啊 这里不是跟生文法的相同不相同来比较 来说明 嗯 这里先把这个银件排在前面呢 有多种因缘 第一 这部经的发起因缘就是从这个 这个银件而起 就是因为欧难遭受到摩登圈女的磨难 有这个因缘发起 所以他在四根本件里面第一条就排银件 跟本经的根本目标一致的 第二 这部经是尊重修禅定 修禅定如果不能断誉 禅定也不会成就 所以要把这个 呃 尊重修禅定 第三呢 这是普未初世间三圣 三圣圣教而说的 生文冤觉菩萨 要超出世间 要断烦恼了圣事 都要从这个地方下公布 这是三十根本 所以要摆是排在第一 第四啊 真正讲究修行的法门 这部经是对邱家人说的 这个道理在开头 第一次讲《愣眼经》开头的第一天 我就说过了 太区大师就说 这是本来应当是属于出家人修行的法门 《愣眼经》主要本来是出家人修行的法门 所以他的当机正修的应当是出家中 所以因此之故 这里必定要把这个尹界摆在第一 为了要断烦恼了生死 毕竟要把他摆在第一 如果不把这个根本问题 把他这个破除的话 真实是不能了的 所以把这个尹界摆在第一条 太区大师的科判跟普通一般有一点点不同 普通都是写说 银界杀界 界子在下面 现在这里是说界银界杀 就是说这个事情要界掉 界子除 把这个功 这个事情要界掉不能做 所以叫做界子把它排在上面 先讲第一条 先讲第一条 银界就是界银 先把这个经文读一读 若读世界六道众生 其心不淫 这不随其生死相须 这个话很肯定的 一定要这样做 世界上六道众生 三三道的千人恶修罗 三恶道的地恶归出生 这个六道众生 如果 这个银心不除的话 就 必定还要跟随这个生死 继续流传 流传下去 如果其心不淫 这不随其生死相许 翻过来说 银心不除 生死就会继续相许 那么由此可以明白 轮回生死的根本就在这里 假如这个念头除不掉 生死还是流传 应当要知道 生不做淫事 那只能在欲界里 欲界的逃离天以下 在哪里 就是善法也在这个范围 超不出去 超不出欲界的 逃离天以下的境界 所以如果要 超出欲界到世界天啊 就要断尹心 心就不能有这个念头 心有这个念头 就超不出欲界 超不出欲界 所以这个欲界六天 所以这个欲界六天当中啊 要生到第三夜摩天 就要靠禅定了 要有味道地定 因为他是空虚天 假如你没有味道地定 而这个淫心不除 夜摩天以上的欲界天 就要生就已经困难了 何况到了这个 世界天的出禅以上 世界天的出禅以上 那必定要断尹心 心不起念 因为有这个心念啊 他还是在欲界里面 超不出去 没有办法升到世界天 所以起心不淫啊 这不是一切生死相续 要出生死必定要断尹心 不断 没有办法出生死 这是一定的道理 这个就是所谓清定名悔啊 佛说的话 这个一定就是这样子 这个不是佛规定的 而是众生的因果自然如此 这个众生造业的因果 龙回生死 他的业力一定就是这样 假如没有做到这一点 生死一定是出不了 所以你修上面本处尘楼啊 淫心不除尘不可处 淫心不除尘不可处 就是不可能超处 这个道理说不完了 就下集见 我们下集见 我们下集见 最后一会儿 我们下集见 这一定是死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